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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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在柯芬的食民意識時 今天去了哪裏? 太子站C2出口 C2出口一出口直走 今天去哪裏? 今天去吃夜晚的點心 宵夜點心 這間其實以前是龍亭小館 原來結業了 現在變成太子點心小處 其實是在蛇王興對面 我們今天決定出來吃點心 我們現在走過去 其實這裏走去只有一分鐘時間 嘩 真是很近 當然這裏還有很多食物 現在開始很多食肆都復甦 其實很多食肆都可以開回夜晚 所以都認真不錯 我也先走過來看看這裏 是否真的開24小時 因為它寫就寫開24小時 我不知道是否堅抽 因為如果堅抽 喝夜茶大家就對了 我告訴大家 好了 真是到了 你看看 太子點心小處 就在這裏 我們進去坐下再跟大家慢慢聊 好 進去坐下坐了 這間太子點心小處 裡面的點心總類都繁多 其實這裏是24小時營業的 所以真的不錯 再加上這裏也挺光猛的 我們先看看點心 今天的麗湯是金人菜陳神豬骨湯 價錢只是12元而已 所以真的很划算 我們先點了點東西 點完點東西再跟大家慢慢聊 好了 看看我們點了甚麼 我們點了兩個老火麗湯 1個太子蝦餃王 1個燒賣 1個鳳爪 1個牛肉 1個羊魚肚 1個牛仔骨 1個牛肉腸 1個叉燒包 當然有些東西它沒有 我們還點了一隻珍珠雞 他說沒有了 這裏真的很便宜 價錢只是251元而已 等東西來到再跟大家慢慢聊 鏡頭面前那碗是老火麗湯 牆壁上今天寫著時日麗湯 就是金人菜陳神煲豬骨湯 價錢是12元 我們要了兩碗 居然送到上桌的時候 是用一個平時裝皮蛋瘦肉粥的小湯碗 裝著 份量多於百分滿 喝下去熱度只是暖偏熱而已 不過材料真的非常豐富 調味也是適中 首先我們看看材料 有豬骨 金銀菜 這個是菜乾 然後這裡是白菜 還有果皮 紅蘿蔔 還有陳神 你問我南北杏有沒有 就沒有 不過它真的很濃味 可能晚上的關係 材料已經煲出味 而且它真的屬於煲湯 我以為12元是一粽粽 很細粽的 拋出來給你那些中頭湯 我猜不到份量是這麼大碗 但如果再熱一點 就更加好喝 現在只不過是暖偏熱 我也覺得很好喝 而且它一點都不沽寒 真的給你很多材料 喝到相當滿足 豬骨方面 它也不算煲得太肥 太多油 是可以接受的油份 整體上這碗金銀菜 陳神煲豬骨湯 都相當滿意 收你12元 好過街邊吃4粒燒賣 對不對 好 接著講講這個太子蝦餃王 一龍有4隻 價錢32元 哇 這個蝦餃 來到的尺寸都是比較普通 不是很大粒 但你猜不到 在這些小店裡 真是和趕緊珍珠 這個蝦餃裡面是有筍的 你看看 我剛才拍了一張照片 在右下角的位置 是特地拍了一張筍給你看 雖然筍不多 但我告訴你 有筍吃起來會清新很多 還有這個蝦餃咬下去會爽口 香口很多 而這個蝦的質素 很爽 咬下去很爽口 真的夠爽脆 而且調味也調得很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 你猜不到 雖然收你20多元 但我覺得很划算 還有最重要是 新鮮滾熱蒸出來 真的很好 另外皮也剛剛好 現在我不是放太久吃 所以還是很透明 看到嗎 看到嗎 如果一會兒 它的顏色就會變 慢慢開始就會變 沒有那麼透明 所以這個皮 第一皮擦得好 第二裡面有筍 調味調得好 蝦餃咬 哇 幾樣東西集合一身 這籠蝦餃 就算你說 可能是最貴 30多元 但我覺得值得叫你吃 這碟是香西牛肉球 一碟有3塊 價錢22元 拿到上桌子的時候 相當滿意 荔枝紋都很突出 原來潔汁放在桌子上 所以全菜員就叫我們 啊 桌子上有潔汁 你喜歡 放多少就放多少 色除尖便 拿到上桌子的時候 熱辣辣 煙燙燙燙的 肉質是有彈牙的口感 還有牛肉味都比較濃郁 另外配菜方面 他也放了馬蹄 蔥粒 份量都適中 還有 這次我們吃下去 就沒有芫荽放在這裡 最初我以為 他攪碎了 放在牛肉上 其實都是沒有的 不過蔥香味 非常濃郁 都挺好吃的 整體上 口感好 肉味濃 還有墊底的腐皮都多 蒸完出來的效果相當不錯 挺抵抗 還有挺好吃 這個是時椒蒸鳳爪 價錢22元 一碟有5隻 其實也不用說太多了 鳳爪現在全部都是這樣一隻 不過 這裡5隻是比較大隻的 你看看 哇 這隻 基本上它斬了一隻腳趾 就當一隻 你看看 所以也挺足料 另外墊底的花生 很多 多得很重要 你看看 抹疾恐懼症的就不要忘了 你看看多厲害 很誇張 好了 接著說說鳳爪 鳳爪來說 它也炸得很透 還有 有一點軟的感覺 我告訴你 它是可以損得開一些軟骨 還有皮 全部都可以弄得掉 這裡的味道 鳳爪就很入味 我覺得做得不錯 但是花生 完全沒有味 簡直是淡而無味 我覺得有點像甚麼 真的像煲湯的花生 完全沒有味 所以很有趣 這個花生應該做不到 好入味 應該這些花生浸得不夠 就這樣一放下去就蒸 所以完全不能夠 和鳳爪合意為一 但是這個鳳爪的確不錯 而且只是22元 我覺得 這個價錢真的沒得輸了 你問我 這樣的質素 這樣的鳳爪 22元 抵食 這碟是香西牛肉腸 一碟有6塊 價錢24元 拿到上桌的時候 買相當不錯 油缸感也足夠 碟摸起來也是熱 還有甜豉油店員幫我們加 問我們足不足夠 我覺得很有禮貌 另外牛肉腸 腸粉皮方面 都要讚它 有煙韌度 有米漿味 不過不是很濃郁那種 起碼咬下去 不是又煤又軟又碎那種 而牛肉的份量 都給的夠適量 至於香西方面 就不是太突出 雖然都有一點點 但是我驗它給的太少了 其實吃下去 都跟剛才的香西牛肉球 差無幾 吃下去 好像蔥香味 就濃郁的香西味 而牛肉方面 亦都是彈牙 有肉味 我覺得都算是相當不錯的 整體上 如果香西方面 再加多一點 那就更加高分 而且吃下去 就會更加享受 接著就是鮮蝦燒賣王 價錢是$32 一籠有4粒 其實跟蝦餃一模一樣 它來到都是青絲菌耳辣 醬糊糊糊 尺寸都是一些 平時的蝦餃燒賣的尺寸 這個肉 它就不是切肉 而是剁肉 口感上會比較差一點 但調味又調得不錯 而且蝦真的爽口大硬 這件事我告訴你 它這裏就做得到 而且你看皮 它不會蒸到過濃 你看它沒有濕 乾身的 就是要告訴你 嘩 時間剛剛好 火候也剛剛好 有些很差勁的 到汗水一出 嘩 整片像張湖山莊一樣 這樣就真的不行了 再加上 它香菇的味 你看看 也可以滲到豬肉 所以令到燒賣裡面的菇香味 也很足夠 當然 蟹籽來說 它也是這樣的 放進去蒸 所以你看看 外觀上會比較差一點 但它幸好 還有一點脆口 薄薄的 所以這個 你問我蝦餃和燒賣哪個好吃 我會喜歡蝦餃 這次反過來 燒賣就比較一般 但是兩樣都其實不差 這個最後加坦的燒汁魚肉尖椒 價錢22元有3隻 為何這次由我講這些呢 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魚肉很好吃 它拌了一些蔥 然後放進尖椒裡 雖然我剛才也咬了一些銀 重重的焦 但我猜不到這個魚肉 很好吃 煎得很香 你看看它多有心機 慢慢去燒焦 然後脆口 再加上魚肉很紮實 不是鬆泡泡 有點像煎魚肉餅的感覺 哇 哇 好棒好棒 還有很彈牙 當然焦那裡就由老婆說了 懶惰啊 它剛才我說 魚肉反出來有兩粒銀 我吃完尖椒之後 都有點辣的感覺 我叫它撇了兩粒銀 你先試魚肉 它又不肯 吃一吃一吃 哇 燒汁好吃 不過又說是竹椒 真的智商矛盾 反轉給你看 為什麼它剛才說 魚肉煎得很好 連尖椒 虎皮蚊蜂呀 都非常之好 在我近期以來 吃得最像虎皮尖椒的一個尖椒 起碼是些時候先炒皮 不是說直不塌 不會像滑散散 好像沒有煎過的效果 這次真的煎得很好的 而且它也煎得比較久才拿出來 拿出來仍然是熱的感覺 不是暖 亦不是凍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吃燒醬的 你也可問它拿牆粉豉油 就是有點大甜的豉油 吃下去尖焦味辣兼有煎過的香味 魚肉是蛋牙有焦香味和蔥粒的香味 而且魚肉不是腥的 是有鮮味 配合起來真的非常好吃 燒汁這個效果都做得相當不錯 看看你喜歡吃燒汁還是甜豉油 色隨尊便 兩者都是值得欣賞 This world is book 這是蠔王叉燒包 叉燒包 2달� t地唷 花了1ви天 這次天�角的 aromatic炸裳 帶上賣水可以熱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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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我假裝香身s 贏,"ge-arto點 它是介乎蠔黃和蜜汁叉燒包的中間 濃稠度比較稠 所以吃起來叉燒會黏稠和乾身 而包皮與包餡的比例大概是1比1 包皮其實不黏 不過我又覺得它輕輕比我想像中乾過濃 吃起來因為醬汁比較稠 所以吃起來就沒那麼享受和欣賞 如果醬汁調味比較稠薄 吃起來就會更加好 因為濕潤度的關係提升 叉燒的口感也會更加好 另外也要稱讚它的叉燒的甜度和香味 都是適中的 這個叫做醬黃牛仔骨 價錢33元 我真的告訴你 這下真的受不了 它的黑椒味很辣 我現在辣到咀嚼有點辣 牛仔骨來說 一件不少了 也有兩件半左右 當然正常上 因為這樣的價錢 你說要給多一點也不可能 最重要它不是很多肥位 有骨位 還有有些都很瘦的 這個叫做醬黃牛仔骨 我勾了頭了 如果它用這些醬汁來煮鳳爪 我是不會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很辣 它辣到尺尺的 喝了幾杯茶 根本就搞不定 頭骨頂也出汗了 所以牛仔骨的肉是很好吃 調味也調得很好 還有一些芋頭佔底 但是內河真的太辣了 對我來說 我給不到什麼評分 因為我只可以說牛仔骨好吃 其餘那些什麼芋頭呢 我由老婆說說 因為我頭頂還在出汗 牛仔骨我還沒試 不過芋頭也挺好吃 雖然不是最粉綿的狀態 但是咬下去 中間已經夠軟了 但是外皮又不是極之軟 我很怕吃那些不是爽口的東西 所以如果有人請我吃那些 例如用帶子盒 我都不會說很享受 最好跟我分享的人一半 那就好了 因為芋頭我真的會覺得 難一點應付它 如果你KO了一個比較大的芋頭 我想你胃部的空間 已經被它佔有了很多部分 之後你就會減少食量 所以這個芋頭不是最軟 最粉綿那種 我都算是OK的 接受到 挺好吃 這個是百花羊魚肚 一碟有三塊 價錢三十元 一拿到上桌的時候 哇 買上相當吸引 只是那些蝦滑 我不可以說它是蝦滑 它是用一隻隻的小蝦刃拼出來的 咬下去的口感 爽口彈牙有鮮味 比蝦餃鮮味和彈牙的感覺更加厲害 表面鋪了很多蟹籽 雖然同樣的時間放進去蒸 但是因為它比較豐富的關係 咬下去仍然有脆口 啃口聲的口感 而魚肚方面 它都選了中上的貨色 吸汁力和掛汁力超強 有彈牙的口感 蒸完出來碟底的汁液 又調味得非常好吃 所以被魚肚吸收完的時候 咬下去是非常享受 而且熱度是很足夠的 幾種材料配合在一起是相當之好吃 30元有這樣的份量和質素 真的超級抵食兼好吃 好了來個美人照鏡 老牌拭麥角槍分就完 你看一下 嘩龍搭碟 接著再說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太子點心小廚 以前是龍亭小館 都是喝茶的 也是喝茶的 當然那時也是疫情 生意都不太好 最後都捱不住了 現在變成這間太子點心小廚 嘩我們很久沒有喝過夜茶了 現在幾點呢 快到10點了 真的很久沒試過 這麼晚還繼續吃東西 疫情的時候 當然這麼晚 都已經不可能有生意了 現在興旺了很多 人亦多了很多 今天的推介 當然一定有 你看一下蝦餃 有筍 調味好 皮也搓得好 這個就告訴大家 極級推介了 再加上還有那個白花釀魚肚 猜不到質素不差 這個也挺好吃的 所以認真不錯 這裏冷氣很充足 細小間店有三部分泌冷氣 還有三把重生機器在上面 即是說冷氣不夠 會再開那三把風扇 可想而知是挺厲害的 這裏卡位也有很多 中間位也不少 所以我覺得這裏坐得挺舒服 而且夠光猛 所以不錯 今天來講 喝茶真是第一次 有一點很不習慣的感覺 譬如夜等老婆說說吧 最開心的 這麼晚還有這麼多點心的選擇 而且它是即叫即蒸的 即是不會說蒸起了 有人喊才拿出來 變相我們喊蝦餃就變成垃底蝦餃 水母蝦餃 或者你喊其他點心就會蒸過火舞 今天所有點心 起碼賣相已經很吸蒸 而且看上去 它不只有一兩款點心 它有很多款點心給你選擇 煎炸的都有 不過我們見夜晚來吃 就不要喊這麼多熱氣食物 居然這裏有12元一個時日靚湯 嘩還要是金銀菜陳神煲豬骨 當然喊最少兩碗 一人一碗很開心 我見很多客人進來都是喊禮湯的 份量夠多之餘還要煮得很好喝 我又不覺得它用味精來調味 尤其是果皮味很突出 這裏真的好難得 而且本身我猜豬骨也是雪藏的 想不到吃下去又有鮮味 這東西非常欣賞 其餘兩樣東西想推介的就是香西牛肉球 雖然只吃到蔥粒和馬蹄 吃不到香西 如果加多些香西就更加滿意 因為它本身牛肉的口感和肉味都很好 所以這東西都很欣賞 彈牙的口感也有 另外一件想不到老公都喜歡吃的 就是燒汁魚肉尖椒 它的名字寫著魚肉尖椒 真的魚肉也是一個主角 魚肉很有鮮味沒有腥味 又有彈牙的口感 煎的效果非常焦香 尖椒也做到虎皮紋 也夠大隻 而且這樣的價錢 3.22元 真的很划算 燒汁我也是第一次配搭 也算不錯 因為平時吃慣甜豉油 今次用燒汁也挺突出的 而且挺有趣 吃起來又有另一番和風的口感 整體上連茶 今晚喝香片也挺香 喝到最後我都覺得夠茶味 是嗎 是呀 喝到最後都夠茶味 剛才環境和冷氣 老公都讚過我不講 其餘的東西 就是講到服務 服務都很周到 我覺得它都很客氣 而且會經常過來收雞碗雞碟 另外也很有禮貌 這方面也值得讚賞 我今天講的是這麽多 雖然單點來說 價錢都是273元 十一樣東西 茶位是 5 元 1 個 真的很划算 而且它下午有些划算 星期一至五晚 7 時至 11 時 和 2 時至 6 時 選擇兩樣東西只需 39 元 這樣更划算 而且這裡寫 24 小時 其實它是早上開 8 時 晚上收 2 時 不是 24 小時 所以大家要留意 不要以為張單寫 24 小時 凌晨 4 時 它已經關門了 大家要知道 它是由早上開 8 時 開到凌晨 2 時 大家要留意這個時間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啦 拜拜